金庸名著射雕英雄传,挟之大者回归江湖,再述经典。 徐克X肖战万众期待。 在江湖儿女心中,金庸的作品如同一步步永恒的经典,承载着无数人的梦想与回忆。 如今,金庸名著射雕英雄传再度回归,由著名导演徐克指导,实力演员肖战主演,引发了万众瞩目与期待。 无论是对金庸武侠文化的传承,还是对新一代观众的吸引,这部作品都将成为不可忽视的焦点。 本文将深入探讨射雕英雄传,挟之大者的看点,解析其在当下文化背景中的意义。 1.经典作品的再创作 金庸的射雕英雄传自1957年首刊以来,一直是武侠文学的巅峰之作。 其生动的人物描绘,复杂的情节发展以及深刻的哲学思考,使其在广大读者中赢得了不可动摇的地位。 这部作品不仅仅是一部武侠小说,更是对人性、忠诚、爱情等多重主题的深刻探讨。 4.次由徐克指导的《射雕英雄传》,挟之大者,将经典与现代相结合,以全新的视角和创作理念重新诠释这一传奇故事。 徐克以其独特的导演风格和对武侠的深厚理解,力图在保持援助精神的基础上,赋予作品更多现代元素,使之更贴近当代观众的审美和情感需求。 2.演员阵容的强大 肖战作为当代人气小生,不仅在音乐、影视方面都有出色表现,更因其精湛的演技与不凡的个人魅力,成为观众心目中的新生力量。 2.在《射雕英雄传》,挟之大者中,肖战将饰演主角郭靖,其形象与气质与角色的英勇正直,勇于追求理想的精神完美契合。 除了肖战,影片中还有多位实力派演员的加盟,如李沁、陈飞宇等,他们各自的演出都将为整部作品增添更多的亮点与看点。 3.在如此强大的演员阵容下,观众无疑对角色间的化学反应充满期待。 3.技术与艺术的融合 出了演员的精彩表现,影片在技术和艺术方面也将实现突破。 徐克一直以来致力于将传统武侠与现代技术相结合,特别是在特效制作与场景设计上,此次射雕英雄传,挟之大者将利用最新的CGI技术,打造出更加真实,震撼的武侠世界。 影片的武打场景将更具观赏性,徐克特有的快、准、狠的风格,结合肖战的细腻演技,势必让观众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视觉冲击。 这不仅仅是一次视听盛宴,更是对传统武侠文化的尊重与传承。 4.主题的深化与时代的碰撞 正如嘉宾所言《射雕英雄传》,挟之大者是经典作品与全新代际的相互赋能。 金庸的思想内涵与徐克的导演艺术,再加上肖战的青春气息,三者的结合将碰撞出与以往全然不同的时代火花。 在这个信息爆炸,文化多元化的时代,如何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结合,是每一个创作者面临的挑战。 通过《射雕英雄传》,挟之大者,观众将看到对传统价值观的重新审视,以及对个人理想与社会责任的探讨。 5.观众期待与市场反响。自影片宣布制作以来,便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与期待。 社交媒体上,关于《射雕英雄传》、挟之大者的话题频频登上热搜,许多网友纷纷表达对影片的期待与对肖战的支持,甚至有人表示为了这部影片愿意重温金庸的援助。 从市场的角度来看,金庸的作品历来有着强大的吸引力,尤其是在年轻观众中。 这部作品的推出,预计将掀起一阵武侠热潮,吸引众多影迷走进电影院。 对于肖战和徐克来说,这不仅是一次创作的尝试,更是一次对文化传承的探索。 6.未来的展望。 随着影片的拍摄与制作不断推进,关于《射雕英雄传》、挟之大者的更多信息也将逐渐浮出水面。 我们期待在未来的日子里,能看到更多关于影片的预告片、剧照以及演员访谈,深入了解这部作品背后的故事与理念。 在此,我们也希望《射雕英雄传》、挟之大者能够取得良好的票房成绩,并成为经典与现代的桥梁,激励更多的年轻人关注传统文化,了解金庸的武侠世界。 结语。 我们期待,这部经典名著的《华丽回归》,以及它所带来的全新体验。 以下是我在明星八卦CPU频道上制作视频的整个过程。 我希望这些信息能够帮助YouTube团队更好地了结我正在进行的工作,并支持我顺利发展频道。 所有视频内容均未原创。 明星八卦CPU频道上的所有内容都是由我自己编写和编辑的。 从研究、写剧本到最终制作,我都是独立完成的,没有抄袭任何其他来源。 这确保了视频中的所有信息都是我独特的原创创作。 精选插图视频。 在某些视频中,我使用了插图视频来澄清和增加我要传达内容的生动性。 这些视频是经过我精心挑选的,并且严格遵守版权规定,之使用免费的或合法无问题的视频内容。 合法的图片和背景视频来源。 我视频中的图片和背景视频,主要来自像Pixels和Storyblocks,这样提供免费且可合法使用的内容网站。 我始终尊重版权规定,确保之使用被允许的内容。 使用计算机语音。 为了让视频内容更容易理解并让观众更好的接收信息, 我使用了来自微软技术的计算机语音。 这种语音能够清晰地传达信息,方便观众接受和理解。 专业的视频编辑软件。 我使用Capcode和Cemptive等工具来编辑和完善视频。 这些软件帮助我以专业和高效的方式编辑内容, 确保最终作品的高质量。 我衷心感谢YouTube团队为我提供机会, 让我能够通过频道赚钱, 并使频道得到可持续的发展。